回想之前只要台风一来 高雄岡山区的流错里 白米里肯定淹水 最严重还曾经淹到两米多 居民都得涉水而过 针对淹水的一个问题 水利署在96年 核定了大辽排水的一个整治计划 分为四期的一个工程 为了解决淹水问题 中央与高雄市水利局合作 除了大辽排水整治计划 一旁的流错 白米两座制红池也一并整治 完工后蓄水量达148万吨 有效改善当地淹水灾情 在110年0810的一个豪雨 那其实这边的一个淹水 已经有426公顷 降为大概0.16公顷 那降雨的时间也缩短为 0.3个小时 贯穿大辽排水的流错 白米制红池总面积一共60公顷 在雨季来临时 能透过智慧监控 发挥制红功效 其中的白米制红池 更设置太阳能光电板 还有丰富的生态环境 让制红池兼顾多重功能 在第一波红风过后 我们很快能够把制红池的水 做一个排空 我们其实也在整个河岸的景观 跟植树上面做了一些努力 目前制红池里面 大概有2500棵的树 降工之后 到现在目前为止 都没有淹水 这边的住户 越来越多人 新租户搬来这里 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 四十几公顷 那么大的一个大公园 制红池的联合调控 让居民不用再担心 台风来御雨就烟的情况 大面积的绿地环境 也能拉近民众 与大自然的距离 享受更好的居住环境 民事新闻 郑照佐刘颖纯 高雄市报导